面对许多人在灾难面前还不觉悟 我们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 抱持怜悯的心 慈悲心 真诚亲近心 他不觉悟 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 业障习气太重了 接触佛法 他也不觉悟 何况没有接触佛法的 所以觉悟太难太难了 一般人觉悟什么 觉悟啊 我听懂了 好像有点觉悟 不是真的 真觉悟是什么样子 真觉悟烦恼亲 智慧场 真正用功的人会觉察到 尤其一年一年的比较就很明显 我今年烦恼比去年少了 今年好像比去年聪明了 去年听东西听不懂 现在可以听得懂了 去年厨师带人过世很多 今年过世少了 这就有进步 可是功夫虽然好的向上提升 不要喜欢 为什么差太远了 跟佛菩萨比差太远了 要很认真努力 总而言这一句话 真正功夫得力 从身体什么都要下手呢 从谦虚 从尊敬 自己要谦虚 要尊重别人 尊重人 尊重事 尊重人 对人恭敬 尊重事 对事情认真负责 事就做好了 对人能用恭敬性 人事就出好了 常常能够懂得关怀别人 照顾别人 这就佛法里面讲的四世法了 人际关系就出好了 事件四 实在讲 无论什么问题 都是出在人事上 人事没有问题 天下太平 一四四就顺利 人事上没有出好的话 障碍就很多 所以要得人心 得人心者唱 是人心者往 人不相信 你就说 你什么都做不通 别人相信你 尊重你 喜欢你 愿意帮助 你什么事情 都很容易做成功 都很容易做到 你ое行 都是守护愿的 无论 都有 成功 的 kt 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